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Steven Bar 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是Brandon 我是光瑜 嗨 久不見 我們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呢 我們要拍一個最新最夯的影集 叫做什麼 台北女子圖鑑 沒錯 這一集就是完全跟上時事的一集耶 真的真的 我們要趕緊加緊腳鋪 因為我們的流量已經下去了 那我們今天的特輯是要做什麼 我們要來探討 究竟節目上的那個013 喝了些什麼東西 導致她吐個爛醉 醒來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但你知道嗎 其實那一集她只喝了一杯調酒 跟兩三杯沙吧 所以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她酒量不好 欸 你也是台南的 酒量不好是不是 台南女子美甘霖 對啊 你看 我從台南來 然後也姓林 然後也酒量不好 等一下 我聽到你後面那個關鍵字 沒有沒有 你是怎樣賞戰男費 沒有沒有 台南女子美甘霖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這種講法就是 他們是被台南趕出來的女子 因為拉低平均那個酒量 難怪你長期就是定居在台北 對 因為是被剝落乾淨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就請鮭魚來示範 劇中出現的那一杯 疑似是美哈糖 因為它少了櫻桃 但是很多美哈糖會這麼做 好 來 OK 準備的材料是 Ride Whisky 大的這邊 這邊45 這邊45 這邊30 對對對 來 好 盡量表面中六 好 來 45 那可是我們的杯子好像有點大一點 但你加60 好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Russel Vermeuse 這個加20 非常好 接下來再加苦筋 我們剛剛講的美哈糖這樣做 Robert Roy呢 你就把剛他的威士忌換成 蘇格蘭威士忌就想要 OK 好 苦筋加多少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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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不然太好了 妳這樣子 OK 好 好 有了有了 好 好 接下來呢 加冰塊 妳大概先轉個60圈 60 嗯 妳好像 我認真在學 當然了 這個上課程我都在看了 來 妳不要整個掉下來 要到表面張立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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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然後呢 再噴一下 嗯 嗯 做點 吵 來 大家看一下這一杯呢 有沒有跟劇中的 有沒有一點點類似的感覺呢 我是覺得劇裡面的好像有一點稍微偏紅 我跟妳說其實有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那個牌子的Russell Firmus 它其實比較偏黃一點 哦 對 比較偏黃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一般來說 比如說你用Antica 或是用他牌的那個Martini 它是比較紅一點 哦 所以妳看哦 有有有 我們這個是就像威士忌 它沒有很特別的紅 對 對 所以跟我們一般的Russell的紅不太一樣 好 我們還是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覺得有沒有像好不好 會不會就是貴倫美就直接 覺得青上火線 然後就回應我們說 啊沒有啦 這是賣香紅茶 對妳這個台南來到台北的這個女子來說 會不會覺得特別的烈呢 會 然後像是很多穿西裝鼻子 因為喝了酒就是這種濃烈的 還有什麼Martini 它就是很適合優雅 然後高貴的喝 它不適合就是喝完之後 要開發酒瘋的那一種 好 所以呢 我們劇中的013女主角呢 它用三四口 喝完了它的Mann Hatton 再來呢 就喝了三杯Shot 然後就吐了嘻哩花啦 沒錯 我們要看看 鮭魚這樣挑戰 會不會出事情 今天它有實驗精神了吧 這個喝不完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要搞笑 不是 這句話聽起來超怪的 我都喝不完 然後我還要搞笑 十次見面 大家想說 搞笑比較輕鬆 但沒有 因為你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分杯的Shot 你還是 OK 然後呢 我們再來做 劇中乳白色 喔對 因為它有一杯Shot是白色 對 就是我在猜想 那個就是White Lady 琴酒 加均度 然後酸跟甜 來我們來做White Lady 好 首先呢 1.5盎司的 Gordy 15的 Puntro 均度橙酒 因為呢 用均度橙酒 其實也有人會用Gran Mania 但Gran Mania帶點顏色 所以它的White Lady 就不會這麼的 米白 15 你看 目前它還是透明透明的 我們通常在做這個2加1的調酒 因為它的材料不多 所以呢 我們檸檬汁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這樣它的尾韻就會拉長 那糖呢是補得厚度 好 小姿勢喔 好 顏色有像耶 有沒有 有喔 隔壁絲的感覺 有喔 有喔 我有點感覺囉 我覺得去總統喝法真的就是 剛來台北的時候出來駕到 然後以前都好新鮮喔 好多酒飯 好多帥哥 有懂事懂事的音樂 喝 這一種 然後再來就是要吐過幾次之後 你就 喔 先不要先不要 沒關係 先不要先不要先 欸你還記得我一開始 前三年的時候喝很鮮的時候嗎 你還記得嗎 天啊今天成年往事咧 我每年都去你們後面那個 炸腸 對對對 它在巔峰時期的時候 其實也沒喝很多 哈哈哈 至於呢 桌上的其他杯呢 我們就我們的分析來看 柏傑喝的 對 它的微杯 沒有裝飾物 因為通常假如是 Old Fashion的話 我們通常會加個 柑橘皮喔 然後或是 對或是日式的 可能給你小湯匙 然後呢水果片 然後所以這應該不是那個 那加上它沒有那個柑橘 所以我覺得純粹的跡象比較大 或是呢 也有可能是什麼 教父 因為它也沒什麼創世 就是冰塊 好 因為呢我們在拍的時候呢 目前台北女子圖鑑 只出到第五集 沒錯 所以我們目前呢就準備這些資料 搞不好它之後它還會再出 還有新的 然後我們就有新的一集 看大家想不想敲碗看喔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我們的台北女子圖鑑 到底喝什麼喝成稀里花啦 好 像很有感覺 特集 我們Steven Bar下回見 掰掰 掰掰 我現在差不多要去灌溉了 灌溉 唉唷 可以了吧